接下来介绍一个资料库部分 因为在Python里面已经有内建一个模组 就是SQLite 版本是3 SQLite3所以你就 import 空一格SQLite3 你就可以透过SQLite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基本上 建资料库 它有一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的话就是 如果那个资料库存在的话 它就直接开启 如果不存在它会帮你建立 所以Connect的方法帮你建 第二个的话就是资料 资料库里面可以建很多个资料表 其实就类似Excel Excel工作部 工作部里面可以放很多工作表 你像Worksheet 到底是差不多的 OK 里面有很多栏位 资料库栏位的话不像Excel就ABCD这样栏位 你可以给它名称 还有说这个栏位 是能够放什么 放的是整数 叫Integer 或者是说里面是放小数点的 叫Double 或者叫Real 或者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要放什么 你就Taste就好了 反正文字嘛 那你数字 跟有没有小数点反正都放进去 或者是还有一个日期时间 叫Date Time OK 大部分呢就是 其实SQLite 这个Lite其实是轻巧的 意思是说 它给你最重要的 那当然资料库里面还有更复杂的资料形态 那部分的话它暂时就是 它就不包括了 因为它就是让你可以暂时放资料 可以 所以最早的时候它放了几万笔就 复合不了 不过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强了 放了几十万上百万好像都还跑得动没有问题 像Excel最多是1048 我就一百多万笔 那SQLite我觉得能力可能还更多 不过这个可能要测试看看 你放个 上百万笔 然后之前有同学是放 放几千万笔上就好像也可以跑得动 只是说那个效率是不是不太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大概 来跟各位用一个简单的范例做说明 第一个的话 这个范例里面就input SQLite 3 我刚讲因为Python里面有内建这个SQLite 3的这个module 所以你input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建一个 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这个资料库的物件 我们必须用一个方法叫Connect 这个Connect Connect的话我刚讲过 后面你就带一个什么资料库的名称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 它会放在你根目底下 那名称的话就叫cursor01.db 这个名称可以改 复档名 其实也可以改啦 只是我习惯叫.db 名称 就叫这个 然后他完成之后会回传一个物件 叫做资料库物件 我取名称叫做con 那名称可以改啦OK 有点像f f等于open 有没有 然后呢就给他一个 档名就类似的 这种使用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语法 其实他尽量就简单 OK如果你记录起来没关系 你可以套用范本 这个范本都在云端上 第2个的话呢可以再建一个什么 cursor 这个cursor的话呢 直觉会认为它是一个游标 有没有 可是实际上这个是资料表 物件 资料库物件 con cursor叫 资料表 物件 用来做什么呢 控制资料表 有没有 一层一层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你要跟那个 资料库做沟通的话 你可以透过什么 这个cursor 跟他 执行命令 这个cursor有点像是一个总机小姐啦 反正就跟他对话 怎么跟他对话 他会帮你翻译喔 所以呢特别之为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一种语言叫做sql 这个念sql 就是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简单讲就是什么 结构性的查询语言 白话意思说反正就是跟资料库沟通的语言就对了 OK 所以 如果你学会sql的话 任何资料库 都相通的 reaction 你将来 把它改在oracle 改在msql 改mysql 其实语法都是相通的 而且甚至城市一行都不用改都没关系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做什么 create的一个table 所以你要跟他沟通你要用他的语言 如果我要建一个 什么 建了一个资料库了 再来就建资料表 资料表的话 他的语法叫create table 就是我要产生一个 资料表 然后后面这个叙述if not exist 这个意思说如果他不存在就帮我建 叫什么table01 然后table01里面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 编号 Lumber OK 缩写 然后TL电话 所以我如果等一下要需要输入什么 编号跟电话就好 两个栏位 我们先不要那么贪心 然后呢 后面如果你要让那个 就是 sqlite帮你建立的话 sqlite帮你建立的话 你必须透过 苛舍物件 帮你传递讯息 就是把上面那个讯息 传给资料库 他就帮你建好了 OK 一定要用sql语法 然后再来的话新增一笔 比如说insert into 所以底下这个也是sql语法 这个变数名称可以改 不叫要叫这个 然后insert into 语法是不定的 到哪一个 所以table名称叫table01 这个是资料表名称 后面呢有个语法叫value 就资料 values 因为两个栏位 所以我就分别放1 跟 这个电话 放哪里 放这个里面 跟这个里面 OK 然后 sql 最后的话呢 特别是如果insert into 的话呢 一定要做commit 新增进去 但是他还没确定 帮你放进去 就有点像 ecell上面你打完公式 一定要打勾或enter commit有点像 打勾或enter的道理 OK 然后呢 最后把资料库连线关掉 这个跟那个 档案物件一样 f.close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 不close也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程式结束他就结束了 只是说他 养成好习惯就加一下 因为这些呢 其实可以拿来当范本 所以待会请各位 试着把这个范围从第46页 建一个新的module H叫什么sqlify新增 资料好了 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并且把它run一下 资新 不过最好底下再加一行 print print什么 新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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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 好像没有 没有feedback 没有回应的话 感觉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新增成功好了 OK 试一下 执行 执行 转一下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底下就会秀出新增成功了 OK 那你想说新增成功了到底成功的东西在哪里呢 我看不到啊 OK 所以呢 然后 你再想说 那第二笔怎么办呢 再改了 二 然后后面电话马力就改一下 随便啊 123456 这样 执行 再放一下 第二笔又形成成功 可是资料在哪里呢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他会帮你建一个资料库 的档案 所以他档案在哪里呢 在各幕屋底下 所以请你在SRC上按右键 refresh一下 这边有没有 Cursor01.db 打开来 run嘛 为什么 因为 在Eclipse里面不支援这种 资料库格式 就像SS Gain里面不能乱开吗 你不能用祭司本开吗 那怎么办呢 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开内容的话 我推荐各位可以到我云端 硬碟上面 不是云端白板 上一层 补充资料 这里面的话有一个程式叫 SQLite Browser 这个倒数第二个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 或者点两下打开也可以 这个 程式的话 就是专门开那个SQLite产生的资料 那你把它下载之后 它开启 开启它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我们刚刚加的东西 OK 所以请各位待会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的程式 先试着把它 这个run 想要把它解压 解压说字词好了 OK 解出来之后就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 成功打开SQLite Browser 1 开启的时候 去哪边找呢 记得好在C别 哪个 我们的workspace 有没有 的test 就src 里面的话找找看有没有 Cursor01.db 在这里 就这个东西了 把它开启 你会看到table01出现 里面的话呢 会告诉你说 这个table01的资料表里面有两个栏位 有两个fill 有没有 一个是mum 一个是tl 然后 都是文字 type OK 那至于里面的东西在哪里呢 你browse一下 有没有 第一笔 第二笔就出来 OK 当然 这个地方你 如果说你要第三笔的话 这边改 不过我是觉得 那有点麻烦 所以 建议各位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改什么 改x 等于 input 挖符 这个地方你可以 请输入什么 编号 好不好 这边的话可以自己打一下 请输入 编号 OK 然后呢 一个Y 是什么 请输入电话 请输入电话 那重点来了 如果将来呢 要让他怎么样 把这个 跟这个变成变数的话 关键的地方特别注意 我发现 像这个x跟y是变数 要把变数放在一个字串里面的话 这个前面我们也有做过啦 不过我发现好像有些同学都有障碍 常问同学的问题 师傅要怎么把变数放在字串里面 该有印象吧 这x怎么样 你可以 把这个2 把它变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加加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x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把 这个变数放进去了 OK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 虽然 不是很困难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第一个双号两个字就把这个字串变成两个字串 第二个加加是串接一个什么Y在中间 OK 所以如果说把它执行的话 那它就会把这个编号比如编号3 电话号码的话就是02 789 随便 Enter 然后就把这个词 跟这个词 丢到这两个地方 然后做什么 一样的事情 把它丢 Insert into到 资料库 资料表里面 这个资料表 多一个资料 Enter一下 新增成功 这个时候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 不过你可能要切过来 再切回去 多一笔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也许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如果可以练习 干脆跑一个回圈好了 那个回圈就是 让它只能输入 三笔资料吧 那你可以写一个for回圈嘛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三笔 然后你让它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 分别输入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主要在练习什么 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库 叫科舍01.db 所以科舍01.db以后名称可以变更 第二个建立一个table01 里面两个栏位 这个 table的名称也可以变更 不一定要table01 那栏位数也可以变更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两栏嘛 如果你有三栏、四栏、五栏 你照样 后面再增加 那形态的话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你全部用test 可不可以 反正test先放进去 跟ecell一样 反正先放资料再说 以后如果你要变更它的形态 你可以后面再来变更 没关系 然后呢 再把 资料呢 分别再输入 那不过 我们刚刚的输入方法 是比较 怎么讲 一笔一笔输入啦 那当然呢 感觉不太出来 其实理论上应该最好是吧 可以把这个改写 改写什么 从外部 读取 比如说 云端上有个会员资料 50笔嘛 如果今天希望改写 把那50笔资料 全部 写到一个资料库里面 该怎么做 可以练习看看吗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资料库呢就可以把前面的那个会员资料的读取 然后回圈 但你要切割嘛 切完之后放进去 那如果OK 那表示你这应该是学会的 那以后呢 其他资料 如法靠置 OK所以 第一步 在 资料库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第1个 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再来就是新增资料 所以我们刚做了三件事 最重要就是这三件事 那再来 其次就是查询资料 待会我们会讲 如何查询资料 请各位 试一下 你可以套用我给 各位的云端上面的那个 范本 来做修改 我是放在第 5个单元的第46页 另外的话如果说你要看到那个 SQL Lite里面 所建立的东西 你可以从补充资料 我刚刚是放在那个云端白板的 上一层 补充资料里面倒数第2个 有个叫SQL Live Browser 你把它解压说 Open Cursor 01.db 就可以看到 你刚刚资料库的东西了 试一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